主办方严格实施实名购票制度 这意味着转让门票不是一件一事 在极端情况下 一些粉丝甚至提出愿意改名以配合卖家的姓名 日本当红音乐组合由Sobi近日宣布将首度在台湾开演唱会 这一消息立即在粉丝间掀起轰动 演唱会门票销售一开放即被秒杀 透露出乐队在台湾拥有的庞大粉丝基础 由于此次活动实施实名购票制度 一些未能及时抢购到票的粉丝 竟提出愿意改名以匹配卖家身份的极端方式 试图获取入场资格 然而这种方法似乎行不通 因为主办方不仅核对姓名 还会检查身份证字号 以确保票物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Yosobi以及动漫神区偶像攻占音乐排行榜 点阅率惊人地突破了三亿大关 证明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受欢迎程度 这次他们选择了位于心中的SIP 作为他们在台湾的首场演出地点 演唱会门票销售开始的瞬间 便有高达16万名热情的粉丝涌入购票系统 然而面对仅有的2000个座位 许多粉丝不得不面对抢票失败的失望 面对购票困难 一些粉丝试图在网上寻求转让门票的机会 但他们很快就碰壁了 主办方严格实施实名购票制度 这意味着转让门票不是一见一失 在极端情况下 一些粉丝甚至提出愿意改名以配合卖家的姓名 但这种方法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甚至有点荒谬 就像是前阵子的鲑鱼之乱 为了享用吃到饱的鲑鱼而去改名鲑鱼 另外也有声音指出 这种做法有可能涉嫌票贩子行为 呼吁粉丝不要购买黄牛票 而是应该存钱 以期望未来能够直接前往日本观赏他们的演出 主办方为了打击黄牛和假粉丝 还规定一个账号只能购买两张票 购票者不仅自己的名字 要与账号匹配 而且提供的身份证照片也必须与本人相符 且不得有任何修改或错误 甚至连同行者的身份信息都需要进行核查 不少粉丝对于购票的实名制度提出了批评 他们认为主办方在实施这种措施时 应该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政策 例如在购票期限内禁止改名等 此外 购票系统在高流量压力下表现不佳 出现的系统错误更是让众多粉丝感到失望和无奈 鉴于又搜币属于知名唱片公司 其海外巡演一般都会选择公司所属的场地 因此即使未来增加演出场次 面对限量的1200张票 粉丝们可能还是要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抢票战争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虽然有不少教友表示支持 但多数人则觉得他扯太远 并开算他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 所以透过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也是耶稣教的 大家好 欢迎收换今天的节目 新电航道会主任牧师张光伟在脸书上发文 嘲讽BlackPink黄流票事件汉引发的旋风 并感叹大家愿意花大钱和时间看偶像 却不愿意去认识耶稣基督 他表示 一秒四万张票不见 大家坐车排队 狂叫三小时 值得 聚会在家旁边 不排队 九十分钟 太久 我看不懂的世界 大家愿意付四千四百到最高黄流十万 去见四个永远不会认识你的人 大家不愿意认识以为愿意为你 死在十字架上的最好的朋友 BlackRed 大家复活节气的来看他 然而 这条发文引起了争议 虽然有不少教友表示支持 但多数人则觉得他扯太远 并开算他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 所以透过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 也是耶稣教的 也有人讽刺真的太美好了 还有人认为信仰应该是包容的 而不是使人自卑 他们认为 而不是使信仰者自卑地 用信仰去挑战别人认可的价值 希望你的主 可以让你学会最基本的尊重和包容 对此 张光伟牧师并未回应外界批评 他一直在推广宗教活动 希望更多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在发文之前 他也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有关信仰的内容 但这次他的发言却引起了众多不同的反响 张光伟的言论引起了争议 一些人认为他在诋毁别人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反之 一些教友支持他的看法 表示现代教会还不够活出耶稣的价值 即便如此 张光伟并未因此停止表达自己的看法 他在事后澄清自己的意思 指出他不是要批评Blackpink 而是想凸显现代教会还需要更多的改进 我是觉得很多人是愿意付代价 但是要看到价值 我觉得耶稣有价值 但是是我们现代的教会 是不是没有活出耶稣的价值 不是Blackpink的问题 不是耶稣的问题 是现代教会的问题 尽管他的发言引发了争议 张光伟表示自己愿意接受反省 即便在批评之中 张光伟也没有放弃 对有价值的事物进行捍卫 他在最后表示 他很喜欢优恶和刘德华 因此可能会花十万买黄牛票 他呼吁大家继续争取和追求有价值的事物 去教会知情人士表示张光伟在教会内是极受推崇的人物 在男性教友中有极高的地位 女性教友也对他相当的崇拜 此文一出引起众多网友讨论 网友留言 基督徒一秒进入所有BP粉 他如果是在反串的话我会支持他 我想这个在教会界 也是引起一波风潮啊 至迟啊 一堆基督徒都很崇拜他 怪不得一堆人都说不想跟基督徒交往 就是有这种老鼠死 好吧就像我爱我妈 但是我不见得喜欢被他念一样 可能你跟上帝也是这种关系 看偶像真的很浪费钱啊 我宁愿在教会敬拜三小时 看耶稣也不看他们 大家对于张光伟牧师的言论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他在动态中提到这是为朋友代售 并强调票价很贵 希望有兴趣购买的粉丝 确定自己的预算再前来询问 然而 这项举动迅速受到部分网友的质疑 有粉丝私下向他传讯表示 作为公众人物 刘丽颖不应该进一步助长如此黄牛行为 在全球拥有大批粉丝的南韩女团BugPink 预计将于9月16 17日在首尔高池巨蛋 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压轴场次 门票在29日公开销售一开始便秒杀一空 显示其高人气 然而 因为在韩国的知名YouTuber刘丽颖 日前却因涉入售票风波而引起大量关注 刘丽颖在其Instagram现实动态中 终展示了BlackPink演唱会的门票 并表示其中有两张是VIP区的座位 且位于延伸舞台旁边 他在动态中提到这是为朋友代售 并强调票价很贵 希望有兴趣购买的粉丝确定自己的预算再前来询问 然而 这项举动迅速受到部分网友的质疑 有粉丝私下向他传讯表示 作为公众人物 刘丽颖不应该进一步助长如此黄牛行为 对此 他回应 自己只是代替朋友发布讯息 且并未从中赚取任何利益 他本人已够的该场次的门票 刘丽颖还解释 许多粉丝知道他在韩国 因此经常有人询问他是否有多余的门票 这是他向身边的朋友询问后 得知有票而决定帮忙代售 尽管如此 刘丽颖的这系列回应 并未平息网友的不满情绪 反而积极更多的议论 许多人质疑他是否真的了解黄牛的定义 并指出 只要票价超过原价 就算多赚一元都应被视为黄牛 BLACKPINK的第二次世界巡回演唱会 BURN PINK自去年10月起 便在全球各地进行 每场演出皆爆满 不但吸引无数月迷 更连续打破多项销售记录 该团年初在台湾高雄的市大运场馆 连续举行了两天的演出 场场作物虚席 但许多门票却被黄牛所囤积 尤其是LIP位置的票价 曾一度被炒至高达40万元 这样的情况也引起了 韩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对吗 对嗎 对吗 对吗 在这些事这个 是有可能的 不论的